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眼瞅着2019年又快过完了 这都到12月份了 咱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盘点 2019年有哪些大事 我这边稍微整理一下 简单说 咱们就把这个事情简单的说 我整理大致过了一下脑子 就是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今年这个贸易战 是打的是如火如荼 第一个贸易战 第二个是香港反送中事件 一直持续到现在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第三个 那就是今年是厉害国过七十大寿 第四件事应该说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那就是老公 他只是针对新疆的维吾尔族 就持续不断的迫害 不光是维吾尔族 还有其他的什么哈萨克族 甚至包括其他那些什么 维吾尔的基督徒 全部都迫害 咱们简单来聊聊这四件事吧 首先说说这个贸易战 总结来说 他就是嘴上在逞强 身体在投降 老公他嘴上在逞强 身体一直在投降 总是在说要谈判 总是在零米一角的时候 要签的时候撕毁协议 或者说这没签个字呢 那没再来谈一谈 这个逞强呀 就是总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呀 强大了呀 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然后能跟美国就是一切 什么帝国主义都是指老虎了 不把美帝放在眼里了 你说这个身体在投降呢 可以在哪些人身上能体现出来呢 那就是被制裁最狠的华为 欣赏就能够体现出来 华为的老板任正非 他一直不都是打着什么旗号 他给自己的人设就是一个 我的华为就是一个民族企业 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企业 这是华为展现给大家的这么一个人设吧 但是实际上呢 你看看华为 首先他的女儿呢 在加拿大惹上麻烦 然后是什么什么千人计划了 什么曝光了 什么间谍了 是吧 这是他的女儿 你看他的女儿孟晚舟用的也是苹果手机 这就从侧面的就是证实了 其实他们自己家人也都用苹果 任正非也是 任正非有网友拍照吗 不是拍照了吗 他在过海关的时候吧 然后拿出来是一个苹果的iPad 他嘴上光说要壮大民族产业 什么要华为走向世界 实际上他自己都知道 哪些东西好用 哪些东西不好用 而且呢 任正非啊 他嘴上也是对美国不断的去热脸 贴冷屁股 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呀 美国的科技呀 值得我们去学习呀 实际上华为啊 他就是靠着不断的抄袭呀 不断的偷窃呀 才逐渐的让自己这么强大起来 这是华为 实际上华为等于说是已经是投降了 任正非呢 他总的也是不断的去 你看到他老脸 看着挺心疼的 年纪一大把 总是在说美国的好话 然后呢 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谁要你当年 你老是透人家技术呢 老是侵犯别人知识产权呢 现在说这些话又有什么用呢 你说这个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贸易战 他为美国带来了什么 美国的川普 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是美国优先 让美国再次伟大 让美国继续伟大 所以说自从贸易战这个关税提升10% 提升25% 那每天美国他这个财政收入啊 那都是真金白银的日进斗金 所以说你别看这个外交部也好 还是什么什么部门也好 还是什么环球时报也好 他嘴上再怎么逞强 实际上身体呢一直在不断的投降 不要不要不要 你说香港反送中呢 可以说香港反送中啊 他等于说向全世界展示出 既然有这么一批华人 他们居然有这么高的素养 他们居然可以这么和平理性的面对这个世界上最残暴的政府 不比不知道 一比就能比出来 因为今年上街游行的可不止香港人了 还有西班牙人 还有智利人 西班牙的是因为这个加泰啊 因为每年都要闹独立嘛 每年都要来几天 是吧 就跟那个大爷妈一样 每年都要走亲戚 每到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吧 西班牙的加泰总是要闹独立 每次闹独立吧 总是要出动大力的警察 就维护社会治安 因为这个拉丁文化吧 他们这个脑子一热就喜欢这个动不动 打打抢 放火烧怎么样 所以说西班牙人的素质啊 真的是不如香港人 我这一点说的话 我也不怕得罪西班牙人 自己去比较比较 那另外还有哪个地方呢 还有是一个智利啊 智利也就是因为地铁涨价涨了几分钱 结果民怨就爆发了 结果整个城市就爆发了 上百万人的游行 也是上街打打抢 智利还不如西班牙 西班牙过几天就消停了 人家只是每年力行的战俘了 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雇了这阵风 西班牙就消停了 巴塞罗那也就消停了 智利呢 我看了那个视频啊 那个智利他的打打抢的力度啊 比西班牙的要强多了 这就能够反衬出来 香港人是有多么的和平理性 很多大陆人一直都说 香港人是暴徒 香港人该抓起来 香港人这个不好 香港人都是港独分子等等 实际上香港人提出的五大诉求 没有一个是香港独立啊 是吧 包括我以前我做节目 我也提出过一些什么香港独立的一些说法 但是香港人从来没有提过呀 香港人一直都是很克制的 凡是那些针对那些什么游客啦 针对于大陆人啊 每当那些大陆人挑衅香港人的时候 有些香港人忍不住想动手的时候 总会有更多的香港人站出来 不要打人不要打人 就跟他说理啊 这种场面我们看到太多了 他真的是感动了全世界的人 这最终啊也是促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 那就是香港的人权与民主法案 香港的人权与民主法案几乎是全票通过了百分之九 九九点七吧 有人还说什么川普 估计什么中共的面子 还有有可能会不签呀 这是扯啊 必须得签 如果川普不签的话 那就是有为这个民意啊 那就是有为国会的民意啊 国会通过了川普不签这个法案照样生效 这又等于说是在未来跟中共的博弈中 又多了一个重要的武器 可以使用 香港这团火真的是已经烧起来 已经是扑灭了 我们继续关注香港 香港后续应该还会继续的抗争 直到黎明真正的到来 第三件事咱们再说一说这个厉害国啊 强国他过这么一个七十大寿 我为什么把他也当成一个大事件呢 因为这个厉害国他们上层的统治者呀 他们为什么说每年都要过一份大庆啊 因为他们自己也心虚啊 所以说每过五年就要秀一次肌肉 每过五年就要给民众打一次鸡血 正好今年呢又是七十年 对于那些高层嘛 我相信他们思考最多的问题是 是如何再继续延续下去 是如何继续生存下去 这是他们思考的问题 而且呀你看他们是垄断了中国的所有的资源 电力煤矿网络了都垄断了 也包括那些人才的垄断 大家都看过周永驰一部电影陆顶记 那个陈庆南呀他说过一段台词特别的有意思 他说那些有本事的人那些读过书的人 他们都已经进了朝廷当大官了 所以说我们就只能够用一些蠢人去从事反清复明的大业 这就是你放在这个中国呢 其实也是啊 中国国他也是花了大量的这种成本呀 把最顶级的智库给聚集起来 为了就是利用他们的这种高智商呀 去思考如何能够维护现有的利益情况之下去延续这个体制 因为这个体制是最臃肿的 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政府 九千万党员再加上其他那些什么各种部门啊 中国的纳税人是最痛苦的 中国人缴的税也是最高的 所以说这帮智库要做的是 如何让这帮韭菜呀 心甘情愿的去交这么高的税 心甘情愿的去当韭菜 心甘情愿的让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不断的被收割 而且还要在高唱三歌 这是他们要做的事情 我经常我会做一个比喻 我会拿中国跟伊朗做比喻 因为这两个国家是比较类似的 因为中国呢在49年之前吧 这个老共啊他一直说 这个蒋家政府太腐败了 然后太独裁了 我们要打败蒋介石 我们要赶跑国民党 我们要建立起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国家 所以说在这种口号之下 再加上苏联的援助 再加上美国给蒋介石挖坑死半 结果就让老共得了天下 结果人民才发现 走了一个很坏的蒋介石 来了一个更坏的毛泽东 恶服了几千万人 结果从思想到肉体 被治得服服帖帖跪下长征服 毛主席万岁嘛 伊朗情况跟着差不多 伊朗在巴雷维时期 那真的是世界上一流的国家 那世界上富裕的国家里边 排个前几位那就有伊朗了 那时候伊朗的女性可以穿超短裙 可以穿高黑鞋 可以在海边穿比基尼那是一个十分开放的时代 那是伊朗 但是巴雷维时期的伊朗也存在贪污腐败 所以说当时的宗教领袖霍梅尼 他的旗号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巴雷维政府太腐败了 我们要赶跑巴雷维政府 我们要推翻巴雷维政府 我们要建立起一个没有腐败的伊朗 怎么怎么样 然后人民就被忽悠起来了 结果赶跑了巴雷维 人民才发现 原来霍梅尼还不如巴雷维呢 霍梅尼更腐败 霍梅尼之后呢是韩梅尼一啊 现在的伊朗啊 因为这个汽油涨价嘛 很多老百姓也是上街了 按理说伊朗不缺油啊 伊朗就坐在油田上 怎么可能缺油啊 但是老百姓是受不了了 说明老百姓这个邪已经被崩断了 长期压榨 然后长期贪污腐败 政府然后怎么 然后伊朗人民终于不忍了 伊朗的政府跟老共的政府 是一对难兄难弟 他们共同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去撑下去 如何能够维护现有的既得利益团体啊 这是今年发生的第三件事 那么第四件事吧 咱们再讲一讲新疆的这种迫害问题吧 老共他对于这种新疆人的迫害吧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只不过在今年的他这个事情啊 演变的苗头啊是越来越激烈 只要是新疆人那都有可能犯罪 一句话说了都不对 马上就被抓进去了 抓进去之后 现在又懂得说是进了集中营了 二战人的电影 你们看看关于德国电影 你们看看那个辛德勒的名单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脑补一下 那些维吾尔人在集中营里面 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那些新疆的少少民族啊 他们都不是汉人啊 维吾尔族了 哈萨克族啊 他们也不太了解汉人的手段 也不太了解汉人的思维 有些人针对这个新疆问题吧 就喜欢拿这个七五事件说事 说七五事件啊 这个新疆人杀了很多汉人 其实吧 我前段时间 我真的是接触到了一位 在乌鲁木齐生活很多年的一位朋友 他是一个亲历者 他是这么说的 维吾尔人之所以上街杀汉人嘛 这是有着长时间的积怨的 为什么 因为是所有的汉人 他们是垄断了新疆的所有 只要是挣钱的买卖 挣钱的生意 全部都被汉人所垄断了 他们就想彻底的控制维吾尔人 他们还有任务的 每家每户都要派任务的 干嘛 就是汉人跟维吾尔人强制性的去接亲戚 一个是新疆人 一个是维吾尔人 你们就是亲戚了 就给你强制的去接这个亲戚 逢年过节必须要来往 逢年过节你必须得给人送礼 然后就是说 从这种原子层面 他们就想把维吾尔人 彻底的给汉化 然后强制的去结亲 真正的结婚 把那些维吾尔的姑娘嫁给汉人 或者说汉人的姑娘嫁给维吾尔人 就这么一个政策 从文化上是一种互相结亲 这个全面渗透 从经济上是汉人全面垄断 结果那就维吾尔人就特别穷 维吾尔人就特别没钱 所以说这个积怨就越来越深 所有的维吾尔人也都是一堆干柴 只要一点火马上就找 你不能光说这个七五事件 是维吾尔人恶意的去杀汉族人 你去思考这背后的原因 他这是有一个非常深远 这么一个生活问题 当然了今天说的这四个大事件 这今年主要发生的事件 到了明年还会再继续的去延续 总之这个事情会不断的去恶化 老共的维吾尔人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他手里的美元也会越来越少 对基层的控制能力也会越来越少 能够撑多久 伊朗跟老共谁会先去建马克思 这都不好讲 新疆这一块维吾尔族跟汉人又不一样 汉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个汉文化的熏陶 已经是彻底的跪下唱征服了 但是维吾尔族把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性格在里面 我觉得他们是不会屈服的 当今世界的大环境也会不断的去声援维吾尔族人 迟到维吾尔族人他们都会重获自由 当然这肯定是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因为有许多人已经永远的都出不来了 已经永远的消失了 像这四件事吧 不光是今年的大事 明年咱们还要继续去关注 那好吧 咱们今天就简单的聊一聊这几件事 咱们下期再见 明年咱们下期再见